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大失言嗎 他和年輕人座談的時候 講到酒店 他說酒店六日生意不好 是因為男人要回家 假裝好男人 還說男人去酒店 是為了要做生意談公務 不是為了娛樂 網友一聽是炸鍋炮轟 說柯文哲把男人上酒店找妹 說成了辛苦做生意 簡直是太離譜了 柯文哲靠能言善道的嘴 吸引年輕票 這回講到男人為何上酒店 柯文哲竟然下這種註解 我跟你講我們八大行業 禮拜六禮拜天生意不好 表示台北的男人去八大行業 是為了business 不是為了娛樂 禮拜六禮拜天每個都回家 假裝當好男人 假裝當好男人 柯文哲喜滋滋說著這番話惹來 網友崩潰痛罵 所以回家是為了裝好男人 這是你自己的心聲嗎 玩女人是為了生意是吧 真是辛苦了 如果是美話上酒店找妹 娛樂的男人不可恥嗎 你選總統要不要也上酒店談一談 還有人說陳佩琪在你背後很生氣 超扯失言 連女副手都接不下去 你知道主持常常會失言嗎 機關品應該是有一個 門老婆的心痛 他都OK 在那上酒店是談生意已經夠扯 柯文哲隔一天再解釋 把酒店的功能越說越神奇 其實我相信 我們台北市很多酒店 是談公務的地方 談公務的地方 因為我們才發現就是說 他在假日很明顯 那生意量就下降了 不聽還好一聽大家狂冒火 我有痛批柯文哲 所以你以前多少公務 都在酒店談的 你之前常拉黃山山 陳志涵上酒店談公務嗎 台北市政府的公務 難道是在酒店談的嗎 身為總統候選 你就算認識到跟知道了這個文化 你都不應該提倡 更何況現在去酒店的 都是民進黨 柯文哲現在講這個話 不就是變相的 在幫民進黨洗白嗎 仍然民進黨幹部 上酒店玩輕輕 在柯文哲定義下 這都不叫娛樂 而是叫談公務或做生意 當柯文哲自豪智商157 網友嘲諷 原來智商跟道德感 對柯文哲來說真不成正弊 介紹我們李玄 MG小組台北報導